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呢 咱们一次性讲解两个公共方法 分别是MAX和迷你 因为这两个呢 它的功能比较相近 那MAX啊 用来返回我们数据序列当中 元素的这个最大值 迷你呢 是用来返回这个最小值 什么时候使用呢 比如说同学们想一下啊 咱们班级里边有100位同学 那么每位同学 假如说我们有阶段性考试 对不对 那阶段性考试的话呢 会有这个成绩的一个统计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想要去看一下 咱们这个班里面 这个最高分是多少 最低分是多少 是不是就可以用MAX和迷你 这两个方法去求解 对不对 OK啊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这样 跟着老师一块啊 咱们在PyTerm当中写代码 咱们把MAX和迷你去应用一下 那打开咱们的PyTerm 在PyTerm里面啊 老师这里举简单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就拿两个数据序列啊 因为是公共方法 那么我们的字符串和列表能用 其他的他也能用啊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有STR1 一个字符串 有一个例子1 这么一个列表 咱们分别求什么呢 这个MAX是不是就是求它这个最大值 对不对 和这个迷你 和这个迷你啊 咱们求这个最小值 哎 求迷你最小值 那同学们一定切记啊 哪个是最大 哎 MAX是最大值 那这个迷你的话啊 它是不是这个最小值 对不对 哎 最小值 OK 一定切记了 那接下来啊 咱们先求这个最大值 比如说这里边 老师啊 先来一个print 打印什么呢 打印我们的MAX 小括号里边填上STR1 那么当我们去右键论 咱们来看一下返回的是 G 最大的是不是G啊 对吧 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啊 咱们再把这个列表来看一下啊 print 来MAX小括号 放上我们的list1 那应该返回的是 哎 对 50 右键论 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返回的50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MAX求最大 那接下来啊 咱们来把迷你求最小 来一个测试啊 比如说 那我们来一个print 来迷你小括号放上STR1 然后再来一个print 迷你小括号调用的时候 我们小括号目标 放上序列名list1 那么接下来老师问啊 STR1求最小值 是谁 返回的是A 那list1求最小值 返回的是10 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当我们去右键转一下 同学们来看 返回的结果是A和10 什么没问题啊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最小值 那接下来 同学们测试测试完了 咱们一块回到笔记当中 来做一个回顾 打开笔记啊 那么max是求 数据序列当中 数据的 对最大值 mini呢 求最小值 好了 那么我们的代码测试完了 咱们把这个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